彼岸花,开一千年,落一千年,花叶永不相见,情不为因果,原注定生死,相传以前有两个人名字,分别叫做彼和岸,上天规定他们两个永不能相见,他们心心相惜,互相情目,终于有一天,他们不顾上天的规定,偷偷相见,正所谓心有灵心意点通,他们见面后, 彼发现岸是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子,而岸也同样发现,彼是个英许潇洒的青年,他们一见如故,形生爱恋,便贴下了百年之好,决定生生世世永远死守在一起,结果是注定的,因为违反天条,就当感情最终被无情的扼杀了,天庭将下惩罚,给他们两个下了一个狠毒无比的诅咒, 既然他们不顾天条要私会,便让他们变成一株花的花朵和叶子,只是这花旗特非常,有花不见叶,叶生不见花,生生世世,花叶两相错,注定此生无法相见,传说轮回无数后,有一天伯来到这里, 看见地上一株花气度非凡,腰红似火,否便来到他前面仔细观看,只一看便看出了其中的奥秘, 伯极不悲伤,也不愤怒,他突然让天长笑三声,伸手把这花从地上给拔了出来,不把花放在手里, 感慨地说道,天使你们想念不得相见,无数轮回后,相爱不得厮守,所谓分分合合,不过是圆生圆灭, 你身上有坚挺的诅咒,让你们圆景却不散,圆灭却不分,我不能帮你解采这很多的咒语,便带你去那彼岸, 让你在那花开遍夜吧,佛在这彼岸的途中,路过地府里的望川河,不小心被河水打湿了衣服, 而那里正放着佛带着的蜘蛛红花,等佛来到彼岸解开衣服,包着的花再看时, 发现火红的花朵已经变作成伴,佛沉思片刻,大笑云,大喜不若大悲, 铭记不如忘记,是是非非,怎么能分得掉了,好花,好花呀, 佛将这花种在彼岸,叫它曼珠沙花,又殷奇在彼岸,叫它彼岸花,可是佛不知道, 它在望川河上,被河水褪色的花把所有的红色递在了河水里,终于哀嚎不断,令人闻之哀伤, 地藏菩萨神通飞肠,得知曼陀罗华已生,便来到河边,拿出一粒种丝丢进河里, 无意会,一朵红烟更胜之前的花朵从水中尝出,地藏将它拿到手里,看到,你脱身而去,得大自在, 为何要把这无边的恨意留在奔以枯海无边的地狱里呢? 我便让你做个接引使者,指引他们走向轮回,就记住你这一个色彩吧,彼岸一又卖陀罗花,就叫你卖朱沙花吧, 从此,天下间就有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彼岸花,一个长在彼岸,一个生在望川河边, 彼岸花从此之后开在望川河旁,人死后会踩着它一路前行到那河桥边, 闻着花香就会想其前世的自己,那一地的痴红,竹雪,美丽,妖艳,春分前后三天,秋分前后三天, 它会非常准时的开花,花开,就在生于死的彼岸,于是,人们看它着迷当更害怕, 于是人们把灾难,死亡与分离夹在了它身上,守护王川河旁彼岸花,那是花妖曼珠,夜妖沙花, 他们守候了几千年的彼岸花,但从来没有见过面,因为彼岸花花开无夜,游夜无花, 他们疯狂的思念彼此,终一遇,他们也违背神的旨意,偷偷敌见了一面, 那一年的彼岸花,红艳艳的配着耀眼的绿色,格外的耀眼美丽, 神之道后,他们被打入轮回,并被诅咒永远不能在一起,生生世世受尽磨难, 从此,曼珠,沙花每一次都轮回,在黄泉路上闻到彼岸花的花香想起前世的自己, 发誓不分离,然后再度轮回,又过了很多年,天下有两个很相爱的人, 可是有一年,男的在出外办事的时候不幸遇难了,他来到望川河边,看见满眼的血红, 心里哀伤无比,他痛哭道,我不要轮回,我要回去找我的妻子, 他还在家里等我,他跌跌撞撞的来到孟婆这里,喝下忘情汤前,他问孟婆,为何天下猪斑, 最后这汤毒药人忘情,孟婆笑而不语,只是要他快喝,他呆呆的看着汤, 说,人都愿忘情,我偏不忘,轮回后,我要去找我的妻子,男人的妻子得知他的死讯后, 悲痛绝伦,几度寻死都被男子的家人救了下来,最后女子答应不再轻声,但是要终生收割, 男子的家人一来看他性格刚烈,怕旧事重启,要要涂润他伤心, 二来念他有心,便暂时答应了他,等他情绪稳定后再劝他改嫁不迟, 就这样,女人便在男子家继续住了下来,可逢补为生, 又说这男子轮回后,还真重新生在他和女子一起生活的小镇里,光一飞逝, 不知不觉二十年过去了,一天他出门经过女子手挂的门前, 感觉到心里怪怪的,便停下来看了一眼, 这一看不要紧,刚好被女子一面看见,轮回后, 这男子的相貌气质却已完全变了,可是女子一看见他, 眼泪就哗哗的流了下来,他走到男子面前, 说了一句,你来找我了,便昏倒在的,男子一看一个素不相识, 的老女人倒在自己面前,赶忙下的逃离了那个地方, 后来这个女的重病不起,到死前翻来覆去的说什么, 但是声音太小,没有人听清楚过,所以也没有在意, 这女子最后滴下两行血泪,一命呜呼了,女子来到地府, 看见孟婆,突然很轻的问他,老婆婆,以前是不是有个男子在这里告诉你, 她不会忘记我,一定会回来找我,孟婆点点头, 女子心疼非常,哽咽道,那为何她回来却不肯认我, 哪怕她跟我说句话,在我临死前来看看我也好呀, 孟婆拍拍她的肩膀,说,你们很相爱,我很欣赏你们的勇气, 这样吧,二十年后答案来临那一刻,我答应让你看看, 只是这之前你无法转世,要在这里受苦二十年,你愿意吗? 女子说,我愿意,不看见那个答案,我放不下对她的爱, 即使投胎转世,也要心痛一事。 这女子于是被孟婆安排给彼岸花除草,其实本无草可除, 但是女子的眼里满岸是草,除了幼生,永远除不完, 就这么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二十年后, 孟婆把她带到了回门前,说,你站在找看着, 但不要说话,你等了二十年的人,要来了, 女子激动的站都站不住了,好不容易一平复下情绪, 紧张地站在那里,等着她爱的人出现, 终于她走过来了,原来她得了病,没有治好, 四十出头,又死了,她走到她和孟婆面前, 孟婆把忘情水递给她,她拿起就要喝, 女子急了,说,你忘了你说的话吗? 男子看了她一眼,把手中碗里的水一饮而尽, 接着走进了轮回门,孟婆看着失魂落魄的女子, 说,爱情是什么? 不过一碗水罢了,你也喝了吧, 能不能忘掉不是你说了算的? 有奸商,没来世,纵然你记得, 太若忘了,跟真的忘记又有什么不同? 红色娇艳的碧岸花,为何被称为死人花? 每年的这个季节,也就是八九月份的时候, 如果去逛杭州西湖, 不难在湖边的草丛中发现一种红色花蹄直立, 扇心花是紫色艳丽的花朵, 这种花可能北方较少出现, 但在杭州西湖非常普遍, 它就是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碧岸花, 著名歌手王妃当年就唱过一首碧岸花的歌曲, 歌曲中融藏的前奏, 《迷离而妖娇》是王妃巅峰时期的代表作, 这首歌的曲风既像是带树说, 亦像是在哭泣, 非常符合碧岸花的花语, 无情无义, 在植物学上, 碧岸花叫做红花石蒜, 石蒜和石蒜鼠, 是石蒜的一个变种, 原产于中国和日本, 世界各地广为赞培, 中国的产地主要由阿辉, 江苏, 浙江, 江西, 福建, 古北, 古南, 广东, 广西等省份, 碧岸花的地下经肥厚, 花期7月到9月, 兴起今时环境, 怕强光直射, 一生长于疏松肥沃的沙壤土, 碧岸花还有一个名字叫万柱华沙, 红色曼婆罗, 在中国有人也将其俗称为死人花, 一世传说, 碧岸花是一种自愿投入地狱的花朵, 被众魔捡回, 但仍徘徊于黄泉路上, 众魔不忍, 最同意让它开在此路上, 给离开人家的魂门一个指引与安慰, 还有一种是, 这种花开在秋季, 在秋分前后三天日本将这几天称为叫秋彼岸, 春风前后三天叫春彼岸, 都是造坟的日子, 彼岸花开在秋彼岸期间, 非常准时, 所以才叫彼岸花, 人们在上坟时节, 看到这种严厉大很冷酷的花, 再结合这时的心情, 所以将之称为死人花, 也就顺理成章了, 彼岸花的这种传说应该也与佛教有关, 在描写佛教的绘画中, 彼岸花也经常出现, 佛经中曰, 彼岸花, 开彼岸, 直接花, 不见夜, 彼岸花花开时看不到叶子, 有叶子时看不到花, 花叶两不相间, 生生相挫, 因此才有彼岸花, 开彼岸, 直接花, 不见夜的说法, 除此之外, 彼岸花的俗称还有龙爪花, 老牙寒, 蒜头草, 鬼情火, 幽灵花, 地狱花等等, 从这些别称来看, 很多都与上面的传说, 或者开花时间有关, 彼岸花不但观赏价值较高, 还有药用价值, 彼岸花的临经有度, 带入药后有催吐, 痴痰, 消肿, 止痛之效, 白色彼岸花, 彼岸花的花色, 有红色和白色两种, 在有些地方还能看到一种黄色的外观与彼岸花非常相似, 这种花叫乎地小, 也属于十算和十算鼠, 但不叫彼岸花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,